很快便会失去兴趣 我劝你 还是知趣得好 我不管你跟冯夕 有着怎样的过去 但是在此刻 她心里最重要的女人是我 这个玉牌你见过吧 这是我俩出狱时 她送给我的信物 她说 这是她娘送给她的 她只能送给 她最心爱的女人 区区一块玉牌 随你怎么胡说 怕是冯夕 都没有跟你提过玉牌的事吧 也对 既然她不打算送给你 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我与大人多年的感情 岂能为你所得 区区一块玉牌 谁知道你是从哪儿 弄来变的故事 好吧 既然玉牌的事情你不相信 我跟冯夕总去了皮影戏班 你应该知道吧 她还让戏班专门排了一出西岳记 讲的就是我们两个的故事 若是哪天你有闲情益智 亲自去看一看 便知道真假喽 夫人 别听她胡说 她就是故意气你的 不信 咱们去找冯大人对质去 够了 好 大人 大人 宇柔 你今天是怎么了 这府里伤伤下下这么多女人 头一次见到你动气 我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 不得 总有些心神不宁 我特地为你寻了一只布瑶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呢 大人送我那么多首饰 哪儿带得过来呀 这只布瑶 是前朝的王爷 送给他的结发妻子的 寓意着王妃花容月貌 寓意着王爷 情笔金尖 来 好看 好看 大人送的我都喜欢 走吧 我早就说过了 夫人在冯府的地位 是不可撼度的 冬月姐 你看起来 心情不太好 是不是因为冯大人 送给宇柔姐 云并清玉金不瑶 瞎说 你看我平日里 可戴那些首饰 我只是好奇 冯夕跟丽宇柔 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 冯大人和宇柔姐的过去 我是不知道 但是现在怎么样呢 我倒略有耳闻 我听说 昨天宇柔姐得了首饰 并不高兴 听她房里的丫鬟说 她昨天晚上准备好了一切 冯大人却宁可去书房过夜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据说宇柔姐进府以来 冯大人从来未与她原房 而且还跟她说 如果有更好的去处 不妨让她离开冯府 不可能 不可能 她在外面都是以柔夫人自居的 柔夫人 而不是冯夫人 对吧 那是因为这都是她一厢情愿 是 她是救过冯大人的命 可是我看冯大人对她 并没有什么感情 只是在报恩而已 你说得也不无道理 冬月姐 冯大人故意在你面前 对宇柔姐好 就是想让你妒忌 让你多在乎她一点 夫人 后宫派人来 说是贵妃娘娘要见您 请您过去一趟 贵妃娘娘要见我 大人 您稍等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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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本宫只是找你闲聊两句 不知不觉倒是扯远了 这是陛下赏赐的葡萄 难得吃到 你也试试吧 呃 立珠 是毒 是 后宫人多手杂 毕竟是陛下赏赐的食物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怕就怕是 有人连陛下遇刺的东西都敢做手脚 之前红饿那个贱人 立珠 闭嘴 冬月姑娘 你也尝尝这葡萄吧 很甜的 贵妃娘娘 陛下召见 本宫还有些事 冬月姑娘就先回吧 是 切勿忘了对本宫的保证 是 宫女姐姐 请留步 冬月大人有事吗 刚刚你提到红饿 贵妃娘娘为什么那么大反应 她是前不久死的宫女吗 红饿之间人被婉嫔收买 在娘娘饮食里下毒 幸亏想瞒姐姐发现 娘娘才平安无事 但小蛮姐姐却被人所害 是 红饿 宫里的事 你管那么多干嘛 总之还好有冯尚书 不然娘娘在宫里 还指不定被人怎么算计呢 奴婢告退 之前冯夕说 红饿是罪有应得 我 难道真的是我误会她了 难道真的是我误会她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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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